AutoCade点心 请各位调整到这个AutoCade点心 你把它点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AutoCade的环境 就会重新怎么样 重新跑过 那跑完之后你可以发现 它这边会浮一个什么 这个是一个工具列 那这个工具列目前用不到 所以怎么样 把它叉叉 那这个面板目前用不到 所以请你也把它叉叉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 这个边有一个工具列 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一个 请你把 右边的这个叫绘图工具 有了习惯这样 把它怎么办呢 把它搬过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放开 就放一起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标准的2D做图环境 以后反正你一来 开起来 就切到AutoCade点心 然后呢把两个关掉之后 把这个拖拉过来 这样就标准 以后就这样就好了 了解意思吗 反正你就 一开机就是这样 这是2D的标准环境 我的标准环境就是这样子 那将来如果你要画3D 还有3D的标准环境的 这个画法 这样子你无论 你在哪一个版本 都一定会有AutoCade点心 那如果说你不小心呢 比如说你环境 乱掉了 假设你不小心把这个 这应该是 工具列名称 应该叫修改工具列 不小心关闭了 这个也不小心关闭了 那你要还原怎么还原 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再把它怎样 再点一下 点一下 AutoCade点心 这边也可以 或者在下方 下方有个齿轮也可以 你会发现呢 再重新点一下 它又恢复 在这边也可以 这边 跟 这个 右下角 这一个 跟这一个 其实是一样的 AutoCade点心 那你就记得 就是点完之后 把这个 拉过来 放开 这样把它关闭 关闭 叉叉 这样的话 就是比较干净的环境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画图了 OK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那个 我们的 环境 调整成 AutoCade点心的 这个工作环境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